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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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大家请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 是四谛 亦可称为四圣谛 如果大家有听过佛陀传 都知道佛是在菩提树下成道的 成道之后佛去哪里呢? 佛是去陆野圆 陆野圆是一个地方 陆野圆是集中了很多不同修行的人 在那里去修行 而佛当初有五个隋从 在皇宫出来的五个隋从 后来这五个隋从 就以为佛有退心了 于是乎就没有再跟随佛 他们五位都走了到陆野圆修行 他们一起在陆野圆修行 希望能够误到一些真理 而佛也知道他们去了陆野圆 所以佛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后 他就去陆野圆找这五个隋从 佛去到陆野圆和五比丘说什么呢? 就是说四圣帝的道理 所以争团亦在这时候初次形成了 因为有佛所说的法 亦有出家的比丘 所以争团在那时候开始成立 有佛法真的成立 这个圣帝里面 四帝是什么意思呢? 四帝其实就是真实的意思 真理来的 简单来说 就是说有四种的真理 大家都可能会听过那四个字 苦、贼、灭、道 那里面的内容到底是说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佛觉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 佛有很多人未学佛的 他不明白佛是什么呢? 佛是一个觉者 是一个觉悟的圣人 但是这个觉就不同于我们普通的觉悟 它是觉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 宇宙的真理又是什么呢? 首先分开两样东西来说 宇宙的真理和人生的真理 宇宙的真理就是说 讲出我们天地之间 宇宙之间的真实的道理 那么这个真实现象 是我们可以理解到 我们可以见到 可以知道的道理 其实简单来说 这个宇宙的真理是什么呢? 缘起 缘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所有万事万物 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 宇宙之间 一切的事物 都是因缘和合的组合 因缘又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条件 有主要的条件 有次要的条件 然后组合而成的 这个就是宇宙的真理 宇宙之间的真理 其实万事万物都是 事件的 一件小小的事 或者一件物件 都是因缘和合而生 比如很简单 今天我们有一个初阶班 主因 主要条件是什么呢? 哦 这里想搞个佛学初阶班 希望有兴趣的人 可以来参加 然后也找到讲经的人 大家也有兴趣来听 又收到这个讯息 知道今晚有得听经 大家也有兴趣来 还有今天要大家有空 时间又配合 交通又不太麻烦 所以这些是否因缘和合而生 少了一个条件 你就来不了 或者你很想来 公司要开OT 你又来不了 所以所有事情都要配合 我们才有一个因缘和合而生 才产生这一堂讲经的事件 还有物件都是什么 很简单 举个例 大家在座的椅子 这些椅子 市场上有这个需求 而生产商也觉得有兴趣去生产 因为需求多 生产成本会低 需求多的生产商 便有兴趣去做这种椅子 首先他有兴趣去生产这张椅 那他是不是要找 懂得做这张椅的工人 好 找到工人了 是不是要去买料 要做多少张 又要计算买多少料 譬如这张椅 它有胶的质地 有铁的质地 或者需要一些螺丝钉 的组合 才可以造成这张椅 那你说这张椅 是否因缘和合而生 其实每样东西都是 桌椅 椅 物件 所有物件 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 这个就是宇宙间的真理 那少了一个条件 都不行的 都不 所以最基本的条件 起码要有主因 还要其他座原去配合 我们才会形成这件事 或者形成这个物件 而宇宙之间 每样东西都是这样的了 甚至乎地球的形成 宇宙之间形成 都是一样 所以现在的人说 要提倡 什么? 环保 其实宇宙之间 大气层 穿了个洞 那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无端端会穿了个洞 其实 每一件事 不会无端端发生 它一定有它的因缘 发生 就算我们不知道 什么因缘 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但我们知道 一定有个原因 所以 这个原因就是 其实 我们后来就大概知道 就是说 我们太不环保了 所以令到大气层 穿了个洞 这个就是因 主要的因素 我们主要的因就是 我们太不环保 所以现在就要提倡环保 要保护地球 保护整个世界 希望将来我们的下一代 会有好的日子过 因为现在 也有很多变化的 天气 应冷又不冷 应热又不热 所以 就是 大气层穿了个洞的问题 宇宙之间的事 甚至乎每一个星球 对我们来说 除了名字之外 具体来说 我们也很陌生 但是这些星球 怎样形成了这些星球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 一定是因缘和合而生 它一定要有个因缘 才可以产生到 一个星球出现 只不过我们 在我们的科学程度 我们未了解到 未知道 所以世间的万事万物 都是有一个 因缘和合的组合 才可以形成的 任何人都不能够推翻 无论你是科学家 什么家 哲学家 都好 你不能够推翻 这个 因缘和合的真理 就算你说 我信不信佛也好 你不信佛 这个都是真理 你信佛当然了解到 因缘和合 为什么 就算不信佛的人说 我都不信 什么叫做 宇宙的真理呢 无论你信与不信 他的真理都是这样的 不会因为你信 他是真家 也不会因为你说 我不信 他就减少 所以这个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 是真实不虚的 任何人 任何科学家 都不能推翻这个道理 所以 这个 就是宇宙的真理 那我们的人生真理 又是说什么呢 什么叫人生的真理呢 每一个人 在他的生命的历程当中 都会遇到 很多不同的祭遇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多 每个人都不同的呢 那 其实 在人生来说 我们经历的都不同 我们遇到的东西 都不同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 人生的真理 就是说 因果 佛教所说的人生的真理 是因果 所以 各人有各人的因果 这个 就是真实的 人生的道理就是 最主要是说因果 因为因 就会产生了一个果 我们经常都会听到 如是因 如是果 如是果 那听起来 有些人 不信因果的 他亦都不信轮回 他会觉得 人死了又怎样 人死如灯灭 所以他不信 因果 就会怎样 做恶了 他觉得 人只是这一生而已 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做什么都可以 最重要是开开心心 甚至乎 乱乱拐骗都可以 他这个就是 一个邪见 一个 不正确的知见 亦都有人 就不明白轮回 是他六道的轮回 他就会觉得 人死了 我都是投胎做人的了 以为 生生世世 自己都会做人 其实没那么好彩的 当你的恶的行为 是多过善的行为 当你的恶 那个果成熟的时候 你就要受报 可能 你会去了三恶道 都未定 这个是 不是未定 是真的定了 如果你真的做的恶 是做到 真的要受这个果报 你就会去三恶道 不是一定做人 就永远都是做人 这个亦都是 不是正确的知见 所以佛教说 是有轮回的 我们下一堂 就会很详细解释 十二恩怨里面 就会解释给大家听 到底我们为什么轮回 如何去轮回 下一堂 会解释给大家听 今堂就讲四圣帝 首先 我们人生真理是因果 透过这四圣帝 这个四圣帝的道理 我们认识了人生之后 我们又怎样 要发心 发愿 有个志愿去修行 修行 简单来说 修改自己的行为 改恶向善 修改我们不好的行为 甚至乎 可以怎样呢 我们修行由凡夫 转变成圣人 你说可不可以呢 可以 我们透过这些方法 透过佛所教我们的方法 去修行 我们可以转凡入圣 即是说我现在 我们是凡夫 但是我们透过这个修行 可以做圣人 甚至可以证到阿罗汉 都可以 我们透过这个四圣帝的学习 我们只要认识四圣帝的内容 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达到这种境界 就是由凡夫 转为圣人的境界了 那我们怎样转变呢 怎样去修行呢 在转变的过程中 当然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精进去修行 所谓修行就要改变了 说得清楚点 就是我们要改悟向善 修改我们不好的行为 好的就不需要修改 是不好的才需要修改 说到修改 当然是向好的方面学习 甚至我们有一个动机 有一个意识 我要精进去修行 等于世间人去学习一样 你想得到这个知识 你想自己 譬如说 学生你要成绩好 你是不是也要勤力去读书 你想得到好的知识 或者你想 我读书好好的 将来我会出人头地 会做一份好的工 这个是不是有个目标 有个目标 我们就会去努力 那就会很努力 要精进去修改自己 不好的东西 或者 譬如有些人读书 他其实都是挺辛苦的 有时悶悶的 读书 但是为了他的前程 为了他要多些 学习多些知识 他都必须要努力 就等于我们去修行 我们不付出努力 我们的修行就没有成果 你很多时候知道这个道理 亦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你不走 即是等于没有 你只是知道而已 所以为何文诗修那么重要呢 文就是什么 你看书也可以 你听文佛法也可以 去听经也可以 诗就是什么 听完之后 就不要走出来 就什么都忘记了 你听完之后 就要思维了 你想想道理 原来是这样的 我以前也不知道 可以用这个方法修改自己 我都不知道 原来可以转返入性 现在知道了 发心去修行 这个就是行 所以文诗修 修 修行 很重要 这三件事都很重要 所以透过四圣帝去学习 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 不好的行为 要透过这个方法 如何转返入性 我们经常听到佛经很喜欢用这个比喻 大家都可能听过 此案 彼案 是不是 其实是一个譬喻 解释给大家听 大家就会明白 此案 这个案 就是我们凡夫的众生 我们很多苦恼 很多烦恼 贪心痴等种种烦恼 令到我们在这个迷的此案里面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到达对面的案 这个彼案呢 中间就隔了一条河 这条河 我们有一只船 叫做波野船 这个波野船 就是佛教我们的方法 佛教我们的方法 我们坐着这个波野船 即是教我们要修学 要有智慧 坐着这个波野船 抢过对面的案 当我们修行 透过这个波野智慧 过到对面了 彼案了 这个就是涅槃了 不要以为 很多人听到涅槃 以为死了 涅槃其实是一个境界 是一个圣人的境界 过到那边 就会怎样 过到那边 自在解脱 了生脱死 我们其实 佛说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其实在座每一位都有佛性 我们都是将来 未来的佛 但为何我们现在这样的呢 那么多烦恼 都经常做业的呢 就是因为迷 我们如果误到这个道理 我们努力修行 我就到了彼岸 就是觉悟了 所以呢 你的佛性 当你是凡夫的时候 都是不增不减 当你过到彼岸 是圣人 你的佛性 都是不增不减 没有增加 没有减少 只不过我们 我们和佛 为何那么大距离呢 就只有两个字 迷和悟 我们现在未懂去修行 未努力去修行 就是迷的境界了 当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真的是迷 在这个境界里面 我们的贪嗔痴 都是令到我们做恶 贪嗔痴是三毒 说明是三毒 当然是不好的东西 我们的贪嗔痴 令到我们整天做恶 所以我们永远 在生死苦海里面沉淪 有时就高一点 高的就是三线度 有时就跌下去 就是三恶度 没有了 所以永远 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 沉沉沉 好吗 你说 一点都不好玩 即使让你去天人 你修福修得很足 做了天人 究不究竟 天人只是享乐 他都觉得不需要修行 因为天人的福是大到 唉 我想吃什么 面前立刻出现 我想穿什么漂亮衣 现前就有了 而且一个寿命 比我们人的寿命更长 所以你会不会 这么乐的地方 你会不会 懂得去修行 不会 你忘记了 我需要什么修行 我要什么 就有什么 那么好 需要什么修行 好了 当你到沙漠最惨的地狱 去到地狱 你懂不懂修行 你根本 连想过佛字 你也想不到 因为你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受苦 每一分每一秒 都不能停止那个苦 那个痛苦 是 好了 受到死了 风一吹 你又生了 又再受苦 你根本 都不能休息 在地狱的众生 是惨得如此 一口气 都停不了 休息一下 都不行 他想不想到 连个佛字 都想不到 他不是说 不想脱离这个境 而是他苦到想不到 做不到 没有能力去做 所以呢 人道去修行是最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人道 我们是人 我们是大家理解 我们的祭遇 是否苦落参叛 当然你说 有些人是 在这一生里 腹部狗 有些是苦多些 但是一定是苦落 苦落的 不离开这两样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人生 他有一个醒觉 就是经历苦 他就觉得 如果他有机会接触佛教 他就觉得需要修行 但是如果你说 他虽然是苦 但是没有机会 听闻佛法 他就觉得 人生就是这样的了 没得转变的了 我一生出来 命中注定 是这么坏的 是这么坏的了 是这么倒霉的 是这么倒霉的 因为他未了解到 是可以改变的 未了解到 原来 透过佛法 可以令到我们人生 有所改变 另一个 不好的祭遇 不好的境 我们透过修行 可以改变 当然 你未必在这一生 你就见到好的过 但是肯定 你这一生里面 努力去修善 你下一生 至少不会像今生 那么惨 或者今生 那么苦 所以我们要透过 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们才有得做 你不明白的话 就以为是这样的了 人生是这样的 苦 苦 十常八九 不开心的事 十常八九 就觉得是理所当然 没错 真是理所当然 因为你作了这样的恩 你就有这样的果 你之前做恶的 你今世的恶果成熟 你是不是受苦的果 你做了 或者过去世 你做了很多善事 但是果未成熟 你都没有那个好的果 来修行 即是修成 所以恩果恩果 有些人不明白 就说 哪有恩果 不公平的 为什么那个人那么好 为什么祭遇那么差 又或者 为什么那个人大奸大恶 为什么他又 哇 赚那么多钱 那么好享受 不公平 哪有恩果的呢 其实恩果 是要透过三世 这三世 不是只有一二三 那三世 是过去世 过去有无尽的过去 过去过去 现在医生 我们看到了 现在 未来 也有很多的未来 未来 除非你已经断了 修行制度 断了 我们所有的烦恼 了生脱死 成为圣人 你就不需要轮回 那时候 如果你轮回 就是说 你的愿力去 去度众生 不是说 你的果报要去投胎 不是你的果报要轮回 是你的愿力 我要回到你 度众生 所以观音菩萨 就是 堵架持行 其实观世音菩萨 过去很多事 之前已经成佛 叫做正法明如来 如果大家有拜过大悲惨 都会读到经文 过去正法明如来 就是现前我们观世音菩萨 因为观世音菩萨 跟我们疏婆世界的众生 非常之有缘 所以去堵架持行 来我们的疏婆世界 来度我们 所以观世音菩萨 有很多灵感的故事 如果大家有看过 都会感受到 或者知道 甚至乎你自己都会经历过 当你有逆境 有困境的时候 你经常在念观世音菩萨 我希望快点 让我解决这个困难 你真是得到感应 只要你用自诚心 去清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也会帮你 所以我们 要发心 发愿 努力去修行 这个苦 责 灭 道 我们首先讲 头那两个字 苦 责 一听那苦字 你会说 不太好听 一开始就讲苦 好像很消极 好像很悲观 其实不是悲观 这个苦就是佛告诉大家 这个是真实现象 我们人生是苦的 有没有快乐呢 有 苦相对就是快乐 但是 首先不要讲快乐字 一会儿我讲给你听快乐 那我们先讲一下苦 人 人生里面 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苦与乐 每个人都会感受的 甚至乎你一想起 你刚刚出生 在你妈妈的母胎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苦呢 你说 不过你说 不记得 那时候什么感受 我现在是不记得的 但是有没有听过 那孩子一出生 不哭就是不正常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为什么不哭就是不正常呢 你想想 那孩子在妈妈的母胎里面 灯光是没有暗的 还有其实呢 妈妈生产的孩子 妈妈是痛苦 其实那个孩子也痛苦的 你想想 她由母胎 一来 母胎的 要比她活动的范围很小 出来 产房 你想想 那些灯光多像眼 所以她产不打眼睛 她觉得很不舒服 产房的冷气也很冷 是刺痛 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是刺痛 所以一出来 她就很辛苦 所以要哭的了 所以呢 不哭就不正常了 所以不哭也要打到哭 就是这个意思了 不哭就不正常 因为一出来就感受到苦了 人生 我们出生的时候 已经感受到苦 在妈妈没有胎出来 虽然你不记得 但是你说 其实是知道苦 所以呢 嬰儿子是怎样的 她暂时不懂得说话 所以她呢 感觉到肚饿了 肚饿是否不舒服 她又会哭 甚至你抱着她 抱得不舒服 她又会哭 所以呢 她动一点就会哭的了 或者 啊 肚饿了 又不舒服 又哭 那她哭 那她哭就是一种信息了 就告诉她 我好不舒服 那你就算开奶开 遲些 她也会哭得很吵的 因为她肚饿 不舒服 所以其实我们一出生 就是苦的了 那 这个就 虽然我们没有了记忆 但是这个已经是苦了 任何年龄 任何阶层的人 都会感受到很多苦的经历 虽然每一个人的程度是不同 有些苦得很悲惨 但是我们的苦呢 你又不要想着 加散人亡才叫苦 其实有些东西令到你不开心 令到你很烦 这个已经是苦了 是不是 你说 那所以呢 人生里面 顺境的时候 对我心意的 什么叫顺境呢 就是对你的意思 这个叫顺你的意 你就觉得开心 稍为逆你的意思呢 你就不开心 虽然你的不开心 在程度上各人不同 但是逆你的意思 你是不是不开心 本来我想这样 你又跟我相反 我就不开心 这个就是逆你的意思 但是你如果心想着 我要是这样的 那个境刚刚就是这样的 你就会开心 所以我们顺逆境里面 我们都会常常 开心不开心 开心不开心 甚至乎很简单 跟朋友吃饭 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 怎料聊一聊 你朋友 不知说错了的话 就得罪了你 你是最忌这些说话的了 狠心狠肥了 吃一餐饭 本来很开心的 都会变了不开心 但是你又未至于 马上拍拖走 只不过他说错了 这个说话 你就狠心狠肥了 这个就不舒服了 是不是 就是不开心 又开心又变了不开心 所以人生里面 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也会不开心 是不是 所以佛经里面说 人生有八种苦 哪八种呢 第一种 生的苦 即出生的苦 刚才也解释过了 这个嬰儿一出生 就苦了 而且人生里面 人生的经历之中 亦都有很多 不开心的感受 这个是不是苦 我们一出生 就有一条生命 你从小到大 你都经历很多苦的事 都是不开心的 第二个苦是什么呢 第一个苦是生的苦 出生的生的苦 第二个苦是老的苦 你说 我都不是很老 我未感受到 我都挺好 或者你说 唉 我老老的了 退了休 我都感受到 一点点 例如 眼又蒙 耳朵又浓 接着 记忆又没什么了 记性又差了 走到那里想做什么呢 想想想 咦 我走到那里拿什么呢 做什么呢 也有时不会不记得 有些这样的现象出现 下头 我都有同感 我都会 不单是你们 我都会 去到那里 糟了 我来这里做什么呢 站在这里定一定 倒回记忆 原来来这里拿什么 倒回记忆 是不是这个 都算是苦 因为你衰退 你年龄的增长 令你退化 有些人退化得快些 有些人懂得保养的 退化得慢些 有些人乐观些 开心些 你退化就可以 慢些 真的 你个人开心 这些细胞是否健康些 又注意饮食 又注意运动 是否会健康些 但如果你说 你本身已经退化了 你本身已经退化了 已经退化了 又烟又走 又乱吃东西 又不做运动 又不做运动 你是否比较差 所以个人的制愿不同 你的性觉强些 你觉得 不行了 保健 还吃这么多热气 不行了 还喝酒吃烟 不行了 你有警觉性强 或者有些人 譬如说 糖尿病 人家经常劝你 家人经常劝你 不要吃了 不要吃了 当你有事的时候 你又不敢吃了 不过是 不敢吃几天 然后你痊愈了 没事了 吃了 哎呀 不要吃了 为了你健康着想 我吃点点的 点点而已 吃了没事 我吃点点的 然后又放纵了 然后又吃了 吃到自己 要入医院 你才不敢吃 那这个是否 每人的醒觉的心不同 所以呢 我们学乎 要有些折制能力 要折制自己 那这个就是老的 那就是 其实呢 就算你不是很老 你感受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去到老人院 看看老人 你就会感受到非常苦 走又走不动 还要走得很慢 是吧 吃呢 哎呀 消化力又不强 又要慢慢吃 有时 睡又未必真的睡得 想睡又未必睡得 你说苦不苦 因为它衰退 身体的机能衰退 你去老人院就知道 看到老人家 就真的很苦 有些精灵一点的 走得吃得 就说 可能没那么苦 但是有些 真的 机能衰退得快一点 就真的很苦 好了 第二个苦 就是苦 老的苦 第三个是病的苦 其实病 任何年龄的人都有病 不过看你轻的病 还是重的病 当然你这个 伤风感冒 都会感觉不舒服的 都是咳嗽 都不舒服的 但是小朋友呢 就可能开心 好耶 不用上学 哦 伤风感冒 怕传染小朋友 好耶 今天不用上学 小朋友可能有这样的心态 但是大人肯定是觉得不舒服 就是感受不好的了 不舒服 有谁说病 喜欢病 病是好的 有谁会这样说呢 如果你的病是比较严重的话 你不单止你自己辛苦 连你家人也辛苦 家人要照顾你 亦都很担心你 哎 糟了 医生说他这样这样 哎呀 还要一段时间去医治 那 家人也会担心 所以这个就是病的苦 第四个是什么 死的苦 哎呀 我都没有死的经历 我怎知道死的苦 但是呢 在佛经里面形容 当你死的时候 就好像乌龟脱壳 那乌龟的肉是黏着壳的 如果脱了壳 是不是很痛苦 而且呢 当我们的神色离开我们的驱壳的时候 是一种痛苦 而且世间的人呢 亦有很多不舍得的东西 他放不下 虽然他知道他生命到了尽头 但是他不舍 学佛的人就会好些 他有智慧 我的寿命 已经是中尽了 我只是一心念佛的 我只是要去阿弥陀佛那里 我什么蔓原都放下的了 无论我家的人感情多好 和我的眷属感情多好 我也放下 我一心念佛去极乐世界 那你就不会觉得很苦 但是你想想 学佛的人有多少 有精进念佛的人有多少呢 这个要靠你自己 靠你自己法的愿 靠你自己行 即是修行 要靠你自己 没有人帮到你 当你死的时候 至亲的人都不可以和你同路 都要分离 所以 其实感情越好的 那个写 就越难写 越 不写得 所以呢 第四个虎就是说 俗语讲 死不免费 很多东西不写得 眷属 如果是学佛的也好 譬如你财物 楼宇 多少家产也好 万般大不去 唯有业随身 没有东西带走 那我们这么执着 霸主要做什么呢 霸主要做什么呢 只有业可以随身 如果你有智慧的 你很多钱都可以去帮助人 你可以捐 很多钱去慈善机构 又未必一定要去佛教 那你总之去帮助人 你有个写的心 有报师的心 你的福就大了 即使你往生 都会往生到好的地方 但如果你什么都不捨 如果孩子连死的时候 都要抱着钱 抱着东西 就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死就是第四个苦 我们说的有八苦 第五个苦 亦人人都会经历 什么苦 求不得的苦 求不得的苦 如果人人都有 小朋友也有 要扭买玩具 妈妈不给 不断坐在地上掠 都会不给 所以他来说是很苦 因为很喜欢很喜欢那些玩具 买不到 玩不到 或者想吃杯雪糕 不准你咳 不准吃雪糕 他都觉得苦 我很想吃 真的很想吃 吃糖、吃朱古力、吃雪糕 都没得吃 对于他来说是苦的 所以不同年龄的人 就有不同的苦 你年纪大的 你经历的苦 的经验是否越多 所以 我们想求那样东西 就未必求到 而且怎样 世间人的贪欲很强 我得一 都没得到一 你就想二了 第二样未得到 又贪第三样 就是那个渴求呢 是怎么样 肉渴难填的 永远都不会满足到自己 好像手机那样 整天都会转的 人家转了新款 你又不值得了 我又想要过局机 因为随时他都会转的 所以你的欲望越强 你就越痛苦越多烦恼 永远都追求 肉渴难填 但总有求不得的东西 是不是 不是说你求什么都有什么 那你是天人 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所以呢 我们呢 喜欢的东西 有时都是 偏偏就没有了 偏偏就求不到的 物件也好 感情也好 尤其是感情 这更加不可以勉强 你喜欢别人 别人不喜欢你 别人喜欢你 你又不喜欢人 你说苦不苦 还有 求得到也未必是好事 为什么 求得到呢 哇 你追到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 你很担心 有什么被人叫长脚啊 有什么被抢了 就是说我们 就算求到 我们都是苦 我怕失去 我怕失去了 是不是苦啊 你说 得到了 这么辛苦得到了 又怕没有了 这个是不是又是苦啊 哇 整天在担心 那几个男生 整天看着他 对他是不是有意思呢 自己又在担心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人抢了女朋友 所以这些是求不得的苦 很多 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了 其实 我们呢 需要的东西不多 但是想要的太多 所以就很烦恼了 本来 你张床 三尺半什么都够了 很大的了 三尺半 但是人家说 我要睡大张一点的床 舒服一点 滚来滚去 唉 你的身就是这样而已 除非你 你很肥很肥 肥都要买一张大的床 如果不是 你要用的东西是这么多而已 多一些又怎样呢 我住在很大很大的房子 大得好像皇宫那样 你说 你有迷失路 这么大 这么大的房子 你都要住那里 你不会有时间跑 譬如你有三层楼 有时间跑上去 顶楼 有时间去 中间楼 有时间下去 唉 就算你的房子 真的有这么大 你用不用得了 那些围子 你用不佔得了这么多围子 所以 人 那个欲望 永无休止 所以 求不得 或者你 唉 想买一辆车 其实 买一辆车本来 你买到就好像很开心 但是想 哇 一会儿就被人开花了 又说去收你 一会儿呢 又说 怎样呢 哇 车位很贵 月租很贵 又要保养 又要洗车 又要怎样怎样 求到了 苦不苦 都很苦 虽然有时 你迫于无奈 譬如说 你住在这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但是你要 出去上班很远 没辆车又不方便 这些是迫于无奈 但是你有辆车也很烦 真的很烦 尤其是现在的人 就是这个题外话 开车是乱来的 很容易就会碰到车的了 他是不守交通规则 不知前两晚 我们开车回去 哇 哇 切线在你的车边切线 是高速公路 哇 你不提高警觉 慢点 你让他过 那是不是会有交通意外呢 那你切线 不是在人家车的旁边切线的嘛 是吧 所以很多人开车是乱来的 所以现在 都有这么多交通意外 就是那些人不守规矩 不守这个交通规则 所以呢 这个呢 就要注意了 好了 第六项是什么呢 爱别离 有什么爱别离 你对人 对物件都有爱别离 譬如你有一只 很有纪念价值的杯 突然之间 打烂了 唉 好痛心啊 买都买不回 虽然那杯的价值 未必真的是价值廉成 但是这个杯很有纪念价值 但是已经买不回了 他跟了我好久了 这只杯 但是 没办法了 又或者 你家里有很多古董 你最喜欢乾隆王用过那只杯 谁知道 被个工人打烂了 哇 心都痛了 几十万 你不是痛几十万 买得古董的人 几十万就湿湿碎了 他不是痛 我不见了几十万 他就痛 哎呀我买不回 我最喜欢这个古董了 这就是爱别来的 你对物件都会 爱别来 人呢 也当然会 人 譬如 孩子们大约去外国求学 你又心挂挂 不让他去 他又不开心 你让他去到这么远的地方 你又心挂挂 又担心 是不是 这个就是爱别离 当然你生死 这个爱别离 大家都会感受到 譬如你爸爸妈妈都老了 都要往生了 你都有一些不舍得 尤其是感情好那些 有一些不舍得 这个就是爱别离 甚至乎你拍拖 散了 都辛苦 是不是 如果你飞了人 找另一个男朋友 就 不辛苦 这个是什么 那个就叫失戀 失戀那个就很辛苦 是不是 唉 真是惨了 真是爱别离 别离了 已经 想着长久 不长久 爱别离 这个也是痛苦 非常之痛苦 所以 除了爱别离的痛苦 第七是什么 冤亲会苦 什么叫冤亲会苦 本来 其实这个冤 为什么叫冤亲会 其实你不亲的人 你就不会冤 越熟的人越会冤 越熟的人越会冤 你说 我跟你平水相逢的 普通朋友 你怎么会冤 不会冤 最多就是 大家不对 那就不做朋友 是不是 或者一场闹架 不做朋友 这么简单 但是你冤的 一定是 关系很密切很亲的人 才会冤 才会做冤家 或者 比如你说 很多兄弟姐妹 最不喜欢大哥 有些会 一个家庭里面 都会有些兄弟姐妹 感情不太好 最愿不喜欢大哥 次自回家 次自在前面对着他 次自坐的位置 都是对着他 我躲在宜角 转头又看见他 真是不舒服 心不安乐 见到他 不想见的 偏偏整天见到 想见的 天天都见不到 这个就是冤親会 或者 在你的公司 你跟同事不合 整天有吵架 他在另一个部份 整天不跟你合作 偏偏又坐着你 邪对面 一摟的头又看到他 搭升降機又撞到他 走去哪里也撞到他 看见他就生气了 这个就是冤親会 是吧 通常 冤家整个罪头 为什麽冤家罪头 就是这样 越不喜欢的人 越会整天在你前面 泣泣泣泣泣泣 你想见的 别人又没有见 通常 都是这样 人生都是这样 就是你过去生 跟你结了个不好的缘 那怎样 其实 有得改变的 不过 看你愿不愿意去改变 你可以化了个冤 就是多个朋友 比多个敌人 你跟他结多些缘 如果是同事的话 你经常要跟他合作 那 你也知道他很难相处 或者 我跟他都不合 可能过去小 大家结了个不好的缘 有空 借一些耳机 请他吃点东西 叫他早晨 笑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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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点头 最初可能他不理你 另名不 但你做得多 你有恒心想跟他结好 你做得多 他都不好意思 不理你 你尽管试一下 我当然不希望 你有那么多冤親妹 希望你有很多 经常跟人结完 经常人人结到你 也很开心 有两句说话 未成佛道 先结人缘 是吧 人缘都结不到的 你说 你怎么收呢 你商量 想做到 什么 道众生我做菩萨 你都没有跟人结过缘 人家 你怎么给你道 人家怎么跟你聊天 都不喜欢跟你聊天 你结了个好缘 人家才 看见你很舒服 很开心 跟你聊天很开心 那你才能道到众生 是吧 过去 亦有一件 真人真事 但我不记得 那位法师的名字 他呢 很喜欢弘法的 讲经文法 但是呢 虽然他讲得很好 但是 没什么人听的 很少人听的 唉 后来他都没办法 我真是想弘扬佛法 对嘛 于是 他去过树林路 对着 雀仔啊 尿兽啊 在讲经 讲讲讲讲 不过他 他的法心是好的 没人听算了 人家都不喜欢听我讲话 我对着雀仔啊 尿兽啊 去讲话 那结果呢 他将来那一生 这些和这些 结完的雀仔那些 就成为他的听众了 就是他们会投胎的嘛 会转世的嘛 就会成为他的听众 他就座无虚直了 这个真是会发生的 所以和人结完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算呢 你想想 有些猫猫狗狗的 那些畜生 其实你和他结完很容易 他都是以食为主 你和他结完 譬如你去朋友那里 次是枯就是 Have you met 你在做些做些 因为你去都得多 熟了你了 參加 reception 他一定是跟你朋友 ⋯ 告诉你 将来呢 如果你出家或者是 Что 会做你佛弟子 哈哈 是不是呢 造理你佛弟子 所以呢 和人结完呢 好紧要的 好了 那黄 Bock 那没那么多冤亲会咯 如果你学了佛 有冤身后 你试试和他结婚得很圆 因为你不和他解决这一生 下一生就会碰到他 又再冤 只不过你的样子不同了 或者大家都是做回人家的样子不同了 身份不同了 对象不同了 但是一看到他就生气不知为什么 他又没有得罪我 我看到他不喜欢 但是如果你和别人结婚很圆 第一次见他就觉得很舒服 第一次见他就这么好谈 为什么什么都跟他谈 这个过去生结了个好圆 你说多好呢? 跟他结好圆 千万不要结岳圆 结岳圆就很惨了 很苦不舒服了 或者 你说这个什么叫冤身会 除了你对人有冤身会 哎呀 好怕噱噱的 他一出来就跳的 喊大喊的 这个都是冤身会 你看到他很害怕 或者你看到老鼠很害怕 很害怕很害怕 冤身会 那你很害怕的 那这个都是冤身会 或者你很喜欢行山 次次见到狗你又很害怕 哎呀 但是偏偏行山就见到狗 真是冤身会了 你最害怕的一样东西 他就经常出现在你眼前 那这个就是冤身会了 不过 如果你说家里有很多 很多蟑螂 你会很害怕的 那你注意一下 家居卫生也会改善的 会见少一点 不是完全不见 可以见少一点 注意环境清洁 干净 那就会少很多的了 所以 这个就是冤身会了 还有一个第八 说了七个了 现在第八 第八说什么呢 五音次成 什么叫五音次成呢 其实五音是说我们的身体 我们眼见到的东西 我们感受到的东西 我们想的东西 所以五音就是色受想行色 五音也是指我们的身体 我们碰到的东西 见到的东西 有些是好的 有些是不好的 我们会有一种刺激 刺性就好像火烧一样 换句话来说 即是很激动 怎样激动呢 譬如信景逆景你都会激动 信景的 哇你突然之间 还有六盒彩 哇非常刺激 哇开心得不得了 分不着想想钱怎么用 拿了钱之后又怎样呢 哇好刺成 这个就是五音次成 好刺成开心得不得了 那我记得有一个 即是我的年龄就会经历到你们 年轻的经历不到 以前买马标的嘛 是吧 很多人都买马标的嘛 话说 这个是真人真事 我听回来说 有一个孤雷 那个孤雷呢 他就买了马标了 那呢 结果呢 中了头掌哦 哇 五音次成到不得了了 哇 不用响共 啊 好开心 哎 将那枝 整天 带着那枪雷 飞了到海 可不可以想想 我的马标是怎样 哈 我就是摄了 我日日背着那枝竹里面 已经冲了去了 拿都拿不回 真是 真是五音次成 这个五音次成呢 由最开心 变到最失落 最不开心 本来这么难得中的 中的马标 得到 忽然之间又没有了 你说是不是五音次成 这个是 几好的故事 形容这个五音次成 哇 好兴奋 好开心 好刺激 扔了一声 哈 没了 惨 真是没了 所以呢 顺境逆境 我们都会五音次成 譬如 在这家公司里面 啊 有升职 有个职位可以升职 在很多人之中 竟然选中你升职 啊 想不到老板选我 哇 是不是很次成 开心得不得了 啊 那么多竞争对手 果然 我胜出 是不是很开心 很兴奋 这个就是五音次成 啊 那么 或者呢 你呢 找工作找了很久 找也都找不到 突然之间 啊 第三次call you interview 哇 乘数很高 你很开心 很开心了 哎 都乘数很高的 想一下 明天穿什么衣服去见供呢 先烫定 哈哈 找好好的衣服 先烫定 明天去结供 啊 乘数很大 这些就是五音次成 比较激动的 啊 比较内心 是很激动 很兴奋的 但是有一些呢 五音次成 又未必是说 这么容易显露出来的 有些是内心 发自内心的激动 有些你表面上 他会看到 或者有些人很来向的 他内心呢 开心与不开心 他都藏起来的 所以你外表呢 就未必看到他 五音次成 但是他其实就在刺成 哈哈 是不是 开心与不开心 他都藏起来的 开心 他自己开心 在里面开心 不开心也在里面不开心 所以他就五音次成 那这个呢 就是人生的百苦了 新老病死 求不得 爱别离 冤生会 五音次成苦 因为苦不苦啊 任何一样东西 都是苦 那说了这么多苦 其实你不同年龄 不同阶层的人 都有不同的苦 甚至乎呢 甚至乎呢 譬如你说 黄室人员 一些黄室的人员 其实他也很炭啊 很好啊 吃的好 穿的好 居住环境好 但是他有没有苦呢 都有 他的苦是什么呢 没有自由 这些黄室人员是很没有自由的 去到哪里 整个人跟着他 做这也不行 做那也不行 去哪里不行 他可不可以去超级市场 逛个圈 逛一下 shopping一下呢 不行 但是我们呢 反而呢 我们呢 这些普通的市民 你喜欢去哪里都行 你去茶餐厅吃饭也行 你去五星级酒店吃饭也行 你喜欢去哪里去哪里 你说 皇宫呀 皇宫你也有机会去看下 至于那么成 不是以前的皇宫 或者你去欧洲旅行 多少古旧 多漂亮的皇宫 你也看到了 但是 反而呢 皇室人员去 他不可以通街框 不可以通街去 不得我们那么自由 他就没有了自由 这些人是苦的 对于他来说也是苦的 整天都有人监视着 整天都想做什么都不行 是吧 这个对于他来说是苦的 他也会有他的苦 虽然说 你觉得他好 哎呀做到他就好了 那么多享受 那么多什么 但是他苦你不知道而已 他又没有告诉你而已 所以你 不知道他的苦 任何程度 任何阶层的人 都有苦的 所以呢 我们人生里面 苦落交集的 有开心有不开心 好了 你说 刚才不是说 你要说开心的快乐的 有没有呢 有 不过很短暂 不如 开心的 你说 哇 几天大家 我和几个好朋友 我去旅行 好了 去旅行 计划 出发 是否第一日 很开心 即是未出发之前 那段时间都很开心 收拾行李的时候 都很开心 好 去旅行玩 玩玩玩玩 很快 旅行 就完结了 多少日都好 都会完结的 是不是 五日七日 甚至乎二十日都会完结的 明天上班 哎 多虑的心情 突然一切 明天要搭飞机回香港 后天就要上班 这个心情又 不是太好了 又开心 但是这个开心 很短暂 是不是 虽然就算几天都好 都很短暂 这个 又 譬如你说 开心 我生日 哇 原来很多朋友 跟我庆祝 去我家来 生日派对 哇 又大食会 又唱卡拉OK 哇 很开心 好了 曲中人散 玩完了 嘻哈完了 讲笑完了 拜拜 哇 看看这家屋 连走走 死了 又要收拾 哎 惨了 虽然你都会开心 在一会儿的 那些开心 还在一会儿 明天就忘记了 今晚还要面对 哎 我应该很累了 好眼笨 哎 还整 又 又汽水 又薯片 哇 通地都垃圾 狂欢圆 哎 那这些快乐 是不是很短暂 就是很迅速 一会儿 一会儿就过了 是 这些欢乐 不是很持久 还有呢 这个苦呢 这个快乐的景象呢 很快消失 那就形成了这种坏苦了 坏了 坏了的苦 本来很开心 玩完之后 很快 又不同了 有些就不是那么明显的 就叫做行苦 什么叫行苦呢 比如 有个人 他住在一些很乡下的地方 都不出大城市 忽然之间 有个姻缘呢 来到香港 那些朋友呢 就很富贵的 他说 哎 我带你去五星级酒店 喝咖啡 那我 那你知道 没什么怎么出门 一看 哇 那个厕所都漂亮得这样的 漂亮得很紧要 因为第一次看 第一次入五星级酒店 接着呢 朋友介绍 哎 喝这个咖啡 这个咖啡好喝 好喝 其实你不会喝咖啡 喝了 心想 这么苦的 那你朋友说 好不好喝 好喝 好喝 五星级 哇 当然好喝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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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周围看看环境 哇 好美 哇 吓了水晶灯这么大 哇 这么闪亮 好了 当你 慢慢富贵起来 整日 都是五星级酒店 以前就很开心 现在去习惯了 没了那种开心 不得已 还要求多多 你就会有要求 哎 为什么杯咖啡冷的 你换个杯给我 一会儿就说 哇 真的五星级 拿东西过来 笑都不笑一下 这个就叫幸福了 初头接触 又觉得很好 感受又好 又漂亮又好 当你接触得多 暂时还要挑剔 还要要求 变成了 这个苦 当然这个苦不是哭 很悲悲的苦 但是心不是很快乐的苦 甚至乎很简单 女士们很容易感受到 这个是幸福 你买了一条裙 你买了一条裙 很适合自己 你亦都很喜欢 你第一次穿出来 哇 所有同事都赚 哇 你这么漂亮 去坎 当然自己很开心 对不对 好了 到你下一次穿这条裙 有没有人这么赞你 没有啦 见过了嘛 见过就不是新的 穿过一次就是新的 第一次就是新的 第二次已经不是新裙了 女士们最容易感受这种 第一次穿很开心 第二次穿不一样 第三次 舊的 这条裙子舊的 又没有什么开不开心的 不过叫做有得穿一下 轮着来穿 所以这个就是漸漸变 那个苦就叫行苦 所以苦是人生的一个感受 亦都是在因果来说 它是一个果报 感受是一种果报 为什么会有苦的呢 其实我们要了解第二个字 现在我说了苦 大家很明白 很了解 亦都感受到了 第二个是习 习 什么叫习呢 习呢 就是说 聚习的意思 就好像很多人聚习在一起 这个聚习 即聚 这个聚习 这个习字其实就是说 我们聚习得很多烦恼 我们很多贪亲痴 等种种的烦恼 刚才那八苦都是烦恼 哇 很多很多的烦恼 所以 集了这么多烦恼 我们是不是不开心 对吗 譬如你贪亲痴 你贪的有一个渴求 你有一个贪念起的话 你有相应的行为 就做贪的行为了 这个贪的行为 过了门的话 你就会做很恶的贪的行为 你就搶劫 打架劫射 因为你贪 为什么人有我没有 为什么他这么富贵 我这么窦 这个贪就会做恶 当你贪到过了门 你就会做恶 大家打开报纸 每天都看到贪亲痴 你看看新闻就知道 这一段就是贪 这一段就是亲恨心 杀死自己的亲人 这段又怎样 其实全部都是贪亲痴 所造成的 过了门 他已经没有截制自己的行为了 就会做恶 所以这个就是相应 他会做相应的行为 损害人的行为 如果你是一个心地好的人 亦相应做善的行为 会做好的行为 所以有时我们会做善的行为 有时会做恶的行为 所以 这个杂 就是一个因 其实苦、杂、灭道来说 前两个苦、杂 是世间的因果 果、因 调主是果、因 苦是果 杂是个因 灭道是出世间的果 灭是果 道是因 其实是出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果因 为什么反过来不是说因 真心 就是因为你要了解了果 那你找出原因 为什么我有这么多苦的果 就是杂 杂就是我们的烦恼 贪、亲、痴、等、种种烦恼 所以我们做相应的行为 做了不好的行为 你就会有苦的果 我们的身体都是一个果报体 就是因为我们做善业 或者恶业加起来 投胎了 我们做了人 所以每个人的制愿不同 看你苦多、乐、小 就是看你过去的因果 看你现世如何 但肯定一件事就是 你今世 很积极去修善 有四句有没有听过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若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是 你今生是怎样 你就知道你过去世做了什么 你今生即善修复 经常去帮人 经常去布施 经常做好事 虽然未必今生你得到好的果报 但来生肯定你有机会得到好的果报 不过不知哪一世 因为你都要看果是什么时候成熟的 譬如你说 很简单 你种木瓜的话 三几个月 木瓜树很快的生长 三几个月都有木瓜看下 有得吃的 但如果你说我种荔枝树 要几年 几年才有果 看你种什么因什么 你种什么因就有什么果 还有那天时间有长短 有些因是要一段时间 比较长的时间才有果出现 有些是比较短的时间 就出现了 所以之前 有说过 有些人不明白 为什么做好事 就常常都不好 做坏事 又常常都 这么好的呢 说个比喻你就明白了 哎呀那位农夫呢 你每天见到他 他每天都耕种 耕些甜的果 譬如说 甜的瓜 我种蜜瓜 每天都耕种 为什么他每天吃苦瓜呢 因为他收成整个瘡都是苦瓜 他不吃苦瓜吃什么呢 他每天都要吃苦瓜 但是在吃苦瓜当中 以我们学佛 可以说 哎呀 可以令到他不要那么苦 哦 找些盐拿下他 哈哈 调一下他 或者呢 没那么苦的 即是 或者 那些盐 一堆盐 一只手一堆盐 扔下这杯水 你说苦不苦 咸到你不得了 喝不喝到 喝不到 但是呢 我 不断加水不断加水 加到一大桶水 那这些盐 成分和它相比 差很远 但是你也要 吃个因果 你就是吃 不过看你吃一杯水 还是吃个大桶的水 是不是 这个譬喻 大家很容易明白 就是我已经 这个都是要受因果 只不过看你怎样受 你想将你的 你知道 哎呀 如是因如是果 我都要受的了 你懂得 继续行善修复 将那个 不好的果 令到自己 不要受得那么辛苦 不 不 那拨命加水 拨命加水 加水 但是你也要喝的 这桶的盐水 你也要喝 但是不会喝这个 那么惨 这个很惨 喝这样的分量 这样的成分 相比就很惨 所以呢 我们知道苦 我们怎样 知道原因是斩 那我们要斩断那个 斩 不要让它有这样的因 不要让它有不好的因 那我们就不会有不好的果 是吧 好了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灭 灭是出世间的 灭帝就是出世间的果 为什么出世间的果呢 既然我们知道前两个是苦 责 我们就从那个责开始 我们不要再责了 不要再责 那么多贪心痴了 因为苦对于我们来说 构成一种束缚 令到我们不舒服 不开心 令到很痛苦 那这个境界呢 我们要怎样呢 我们就要学灭了 灭了它 简单来说 比如说 你可以用好深的名词去解又行 用好淺的名词去解又行 有些就解到好深 灭了它 你去到裂盆境界 裂盆境界是怎样的 不知道 简单来说 因为我们未到这个程度 我未是圣人 我不知道裂盆境界是怎样的 但是知道解脱自在安乐 但是我未感受到 简单来说 解释给你听就是 我断了那些烦恼 改恶向善 我将我所有不好的行为 改了它 断了它 那我们就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没那么多束缚 我们的束缚 我们的苦 是自己 自己感受回来 自己做的因 所断 断它回来的 断是因 断了那么多不好的因 那现在就吃苦的果了 那我们知道之后 努力了 要灭了 那最后呢 道就是出世间的因 道就像道路一样 比如你由这儿去到中环 或者去某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你的目的 你由这儿去到那儿 这就是道路的道 其实 这个意思就是说 方法 你用什么方法 去令到呢 可以 灭了它 这个道是方法 灭了它 灭了什么 灭了刚才的习 的烦恼 那你就不会有苦 当你灭了所有的烦恼 已经没有说苦 与不苦 因为你已经是圣人了 涅槃的境界 你已经不会再有 我做了如是因如是果 我做了善业 有善果 我做了恶业 有恶果 你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因为你烦恼 断除了 你就不会造业 你不会造业 因而你就不需要吃果了 你都没有种种 哪有果的 你要自由自在 身心都自在 所以这个道的方法 即是说修行的方法 其实这个是很广泛的 我们可以从三十七道品 去修学 或者再简单些 八正道 那么八正道 应该也可能 这里会有讲八正道 八正道 亦是八种方法 叫我们有正知正见去修行 令到我们改恶向事 修行去灭除了我们的贪亲痴 甚至说不是那么容易灭 你可以减轻 例如你的贪心 当然贪亲痴 每个人的程度不同 有些人贪的程度多些 有些人亲恨心的程度多些 有些人愚痴心的程度多些 但是 如果你懂得得起心肝 去改了它 一定会改善 譬如我以前 我动点就生气 别人说一句说话 我不合听 我就起亲痴心 我会生气他整个月 或者生气他很久 但现在你学了佛之后 哎呀知道 不好的 对人对自己也不好 于是 没有那么生气 生气少一点 时间越来越短 再生气短一点 一天或者几个小时 我就消化到了 不是捆死 有种死忍死忍的 是真的消化到 哎呀生气做什么呀 别人都是无心之失 或者他不是有心 很多时候是 什么呀 说者无心 就是听者有意 所以你这么小气做什么 问一下自己 你这么小气做什么 生气什么呢 就算别人真的骂你 真是什么 那你想 为什么他会骂你 他误会了你 甚至说他冤枉了你 甚至说他骂得你对 骂得你对 你更加不应该生气 善知识 他骂我 就是想我好 就是告诉我 我这样是不对的 就算佛都有什么 善知识 是谁知道吗 提婆达多是想杀佛的 但是他都说 提婆达多是我的善知识 何况是我们呢 人家骂你几句 或者冤枉你几句 你几个闲 你几个闲 是吗 我们为什么看到自己 这么大呢 所以我们营执重 就起烦恼 你营执越重 你这个烦恼就越重 因为一点点你都不开心 一点点都觉得很大件事 说两句不合适的说话 又生气 人家派东西 忘记派给你 又生气 哪里这么好戏 生气不多做什么 所以我们有正知正见的话 我们烦恼就会少 我们积极去修改自己不好的行为 我们不要做那么多不好的业 将来你的人生就会好的了 譬如你脾气差 学了佛之后 脾气改善很多 不但你家人会感受到 而且你周围的朋友都感受到 而且你也觉得自己会开心点 以前经常生气 我告诉你 生气是死了很多好的细胞 生气是对身体不好的 会血压高 有很多事情不好的 生气 那生气来做什么呢 所以脾气大的人 亲吻心重的人 就要在这方面 积极地去修改自己 比如贪心重的 喜欢买东西的 狂购物的 看到什么都买对又买 又买不对又买 便宜又买 但是便宜的 未必適合你用的 但是你贪他便宜的 人家说是划算 什么都说是划算 拿回家一大堆 用得着吗 用不着的 或者你 那样东西 你一个就够了 你买十个 买十个干什么呢 派街坊 所以人有时 就会被那些广告 所迷惑 买几个又送几个 然后买几个又便宜几个 我们通常都说 划算了划算了 买了买了买了 划算了 但是买了一大堆 你用得的也好些 有些人不太实用 比如你说 买米 你不怕去拗的 买多点 不怕去拗虫 拗什么 你可以买多点 比如你说 洗头水 那样都可以 你家有地方 买十几十枝 大减价 有地方放的 你便便放 可以用到的也还好 有些是无无畏畏的 你觉得它便宜 你买了回去又觉得 哎呀 阻止地方 是不是 有时是一时 起个贪念 起了个贪念 我们就会失去理智了 所以呢 我们要修学的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人生里面 我们要向好的方面去改善 知道自己有什么不好的话 我们就要去处理它了 比如说 医生和病人体症 那医生说 哎呀你因为吃错了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要有腸胃炎 那你要好好地 要注意卫生 吃点干净的东西 那就要吃药 那就很快就好了 如果你呢 如果你都不留意的话 大菌吃小菌 看不到就干净了 不断吃不断吃 又很快就有腸胃炎了 又或者呢 有医生 啊 诊治到你的病 哦 你的身体很散弱啊 多些做运动啦 要配合本来 你不医它越来越严重 但是呢 你肯听医生的指示 吃药啦 做多些运动啦 你就会好的啦 那这就是方法啦 这个方法 如果你不听的话 没有人救到你的 是吧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糖尿病 不要紧要吃点 没事的 再吃点 都没事的 但是呢 当有事的时候呢 都后悔不及啦 太迟啦 那你趁它没好坏的时候 你就保住了嘛 当它坏了的时候 你要保 可能有机会微跌 或者你要很长时间去保回去 收好你的身体 调好你的身体 到时你又要看中医 又要看什么医 各样的医生都要找啦 你说多辛苦 都是自己辛苦 所以当我们知道 这个苦令到我们感受不好 令到我们很束缚 令到我们身心不得自在 令到我们人生 整天都要面对烦恼 是否很辛苦 是很辛苦 是很辛苦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消除这些苦 要灭掉这些苦 就从那个杂那里去努力啦 不要职杂那么多 不好的因 这事乎就没有了后面的果啦 苦果就会越来越少啦 所以我们要行善收福 要做多一些好的事 你现在已经做的事 你继续做 继续努力去做 未懂得做的事 现在要开始学 开始学做事 譬如 你很沽寒的 不捨得报寺 虽然你人工有不少限 但是叫你捐一百元呢 你都好像很肉赤 那你又可以试试改善我自己啦 那你多些行报寺 好 第一次扔一百元 哎 好疼好疼 下次扔二百元 好疼好疼 哎 接着他习惯了 哎 都不是很疼 算了 算了 我吃餐饭 都是要这样的钱 当我吃餐饭啦 是吧 这就会改善到自己 不好的东西 很不捨得 很孤寒的 不喜欢帮人的 就要改善 我要帮人 我要报寺 亲恨心重的 你就要记住 当你一生 你要念佛 不要生不生 不要生不生 生不生就不好的 我又不舒服 别人又不舒服 别人看到我黑口黑面 亦都很不安乐 于是唯 念 念心经 或者念观世音菩萨 或者念阿弥陀佛也好 令自己平息 亲心不要这么快起 不要一起 就爆发出来 又会骂人又怎样 一骂人就不好的了 因为旧账 都会 扯出来说的了 对吧 就会不断骂 不断骂 一句一句 大家都很伤 大家都不开心 所以 我们要改恶向善 不是说你大奸大恶 而是我们行为上 的确是有瑕疵的 如果你没有瑕疵 你已经是圣人了 所以我们的贪嗔痴是怎样的 我们要减低它 控制它 佛经里面经常说 我们的心是什么 心圆意马 就是说 好像猴子那样跳下 很多网念 很多事情想 好像狂马那样 没有人拉着他的姜 四围跑 我们的心就是这样 我们如何控制它呢 其实我们有主宰 心是我们去控制它 不是由它乱地放纵去跑 所以 就是说我们的行为 是不是我们可以控制 问题是你是否积极去控制它 你放纵它 就由它是这样 但是你积极的 那只马要拉着你的姜 不要让它乱跑 是不是 猴子要捉住它 不要让它四围跳 就将我们不好的行为 渐渐减至最低最低 改恶向前 我们没有了杂 自然没有苦过 我们懂得的方法 我们就会灭掉它 我们就会灭掉它 所以 告诉你 不要 苦果是很惨的 很难吃 很难接近的 令到我们很不自在 那你知道 了解了 你才会 你会滴起心缸去 断了一个杂 用这个 道的方法 去灭掉你的烦恼 那我们人生 就会觉得很灿烂 很开心 和是很积极的 今天时间差不多 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一起 请希腊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做什么 我可以说 阿弥陀佛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就会灭掉 会灭掉 我呢 你会灭掉 你会灭掉